很多粉丝私信我说收到货后,蚕蚕不知道如何去处理 今天我们就现场操作一下 收到货后,蚕蚕底部是有一层圆土的 这时我们就需要给它进行一下简单的修剪 准备一个小剪刀,轻贴蚕蚕的根部 观察蚕蚕的厚度,去给它修剪 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剪得太狠 否则蚕蚕就会散磕 蚕蚕尽量剪得越薄越好 但是摊在手里又不会散磕,就是最佳状态 就像我这个样子 修剪好的蚕蚕就可以直接入盆了 看是不是很玲珑可爱 你也来学着做一个吧